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讲到 了凡四讯里 所说的善有真假 我们介绍过的 第二个善有端曲 端是端正 实是威胁 什么叫做端正 实在是一个觉悟的人 明白人 他的善无标准 跟我们世间人不一样 而实在讲 善无标准 差别很多 从佛法里面来说 四教差别就不相同 在大臣菩萨 五十亿个阶级 换一句话说 就有五十亿种不同的标准 世出世间 圣人 给我们讲的 多半是讲 原理原则 这些话里面 意思很深 很广 要细心的去体会 要在生活里面 去实践 从实践当中 你会有更深的观察 然后才晓得 古圣心形 顶级之中 字字句句 汉无量意 才能够体会 佛所讲的 一切法 博大今生 那么说到端曲 这里面说了几个原则 非常重要 你的心正 你的心就正 心不正 做出了个样子 怎么做也不正 也是万曲的 所以根源 在心底 廖凡先生 给我们提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 纯是 济是 之心 我们有没有 绝定 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念念 为众生 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 现在 这个世间灾难 一天 比一天多 一天 比一天 严重 灾难是怎么形成的 古人说 共业所感 共业又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中国古圣仙 所谓的 圣教 顺取了教育 没有人教他 没有人教他 当然他就随身烦恼 这就造无量无边的聚业 念念都是自私自利 从来没有想到过别人 这个业早得中了 我昨天在此地报纸上 我很少看报 偶尔看了一个标题 是台湾 堕胎 今年有四十万次 去年是三十二万次 增长八万次 这个不得了啊 堕胎在佛法里面 佛所讲的 决定堕地狱 杀人罪 那么你就晓得 一年杀四十万人 去年杀三十二万人 这些冤魂冤家债主 在这个社会上扰乱 你的社会怎么会太平 怎么可能安定 贵神在作乱呢 太可怕了 这确确实实 我们没有见到教学的责任 我们没有见到教学的责任 古时候 家里面有父母教会 在学校里面 老师教导 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导 能力 是传授这些 是技术工艺 古时候的教育 是教你怎么做人 教你怎么出事 教你如何过一个幸福 美满的生活 不但这一生 相辅 来生还相辅 生生世世 不舍福报 这是古人的教育 我们看看现代教育 这教的是什么 只图眼前一点点小力 不要说来生了 来年的利益都不知道 都没有顾到 这样的人生 注意想想 有什么意思 每一天造作极重的罪业 将来的前途 是在三卧道 卧道的状况 诸位经典念的很多 经典上 绝对没有欺骗人的话 《金刚经》上说的好 如来是真于者 舍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句句真实 我们有没有 测试到地狱的可怕 卧道的恐怖 眼前 对一点便宜 算什么 眼前吃一点亏 又算什么 要多想想前途 所以圣人教导我们 吉德雷公 吉德就是存好心 雷公就是说好话 行好事 好就是善 念念要存一个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利益别人的心 如果有一念为自己 就不善了 这讲端识 那就是识了 不是端了 要存这个心 要做这些事情 第二 念念要有一个真正爱护别人的心 像慈母 爱护他的子女 特别是在童子 年三岁的时候 父母爱护 父母照顾我 能不能将这种爱心 扩大到爱护一切众生 说实在的话 现在做父母的爱护儿女的心 比不上过去 因为现在父母 多半的自己都有职业 都有工作 往往将子女 委托给家里雇的用人去照顾 诸位想想 有没有爱心 谈不上爱心 将来儿女长大了 有没有亲情 亲情要打很大的折扣 所以 是阴光大使 在文朝里面 极力地主张 妇女 她最伟大的事 她对于一切众生 对于国家社会 对于民族 最大的贡献 就是照顾子女 全心全力照顾 培养她 你的子女 你的子女贤惠 你的子女明达 就是国家社会的动量 怎么培育的 母亲培育的 所以印族说 现在父女 最伟大的事业 她不去做 她放弃了 她到社会上找个小工作 这叫颠倒 所以圣贤人 是非的标准 跟我们世间人 确实不一样 她看得远 看得深 母爱亲情 是从小培养的 儿童 感化 在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 最深刻的一个阶段 千万不要以为 小孩子无知 你就错了 你这个想法 看法 完全错了 她虽然小 一岁两岁 甚至于还不会讲话 她看在眼里 天在耳底 所谓 少臣 若天性 那么现在社会 夫妻利益的太多了 没有儿女 那还罢了 有儿女 这对于儿女 是最大的伤害 产生最不好的印象 她不晓得 这个离婚 果报之可怕了 她没有对社会 没有对世界安全负责任 古时候 我们有听说结婚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离婚 没听说过 所以那个社会安静 长治久安 道理在哪里 道理在美满的家庭 所以才有 安定繁荣的社会 才有富强的国家 现在没人教了 没人懂这些道理了 偶尔看看古书 这个东西过去了 不获时宜了 应该淘汰了 这些东西淘汰 那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呢 天在人后 那世间有许多人说 世界末日 蛇气圣贤的教会 世界末日就现实了 所以我真正爱护别人的心 真正照顾别人的心 第三 第三 是将沉静 纯实 真诚 恭敬心 这是短 你所行一切的善意 与圣贤相同 如果与这个相法 相违背 没有诚意 没有敬意 没有敬意 没有爱心 没有一个真正的 济世 帮助别人的心 俗修一切善法 都不断了 那么这些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也是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我们根本没有受过这个教识 从来没听人讲过 已经被习俗 感染了 极非为始 今天听到这个说法 觉得很奇怪 你过去诗 有善跟福德 听到这个 觉得没错 可是依旧 做不到 做不到 看看社会大众 不是这个做法吗 我要这样做 那我不就吃亏了 一点亏都不肯吃 为什么不肯吃亏呢 自私自利的念头 太强了 念念是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 诸佛菩萨 世间行圣 是把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跟我们恰恰相反的 人家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 自己愿意吃亏 愿意牺牲奉献 这是福菩萨 这个做法 不吃亏 厚福无穷 你今天占别人一点便宜 眼前好像带一点利益 后面 祸患无穷 别堕三图 堕三图容易 离开三图可不容易 你承接轮回 承接受苦 第三 将这个善有阴阳 阴阳好动 你行善 别人都知道 这叫阴阳善 你做物 把物丝隐瞒 尽量隐瞒 不让人知道 这个物 叫阴物 我们要是干一些 阳善阴物的事情 那不得了了 三图里面 最苦的 地狱国宝 在干地狱 地狱是 所以圣人教给我们 要养物 饮善 集阴得了 做一切善事 不必让人知道 这个善才集得厚啊 古报 殊胜 造的卧司 应当 要让人知道 佛教给我们 法禄 忏悔 一丝毫 都不隐瞒 完全说出来 受社会 大众的指责 指责就是 国报 爆掉了 你看 我爆掉了 善 藏在里面 这个福 多厚啊 可是世间人呢 恰恰跟这个相反 做的坏事 阴满 好事 恨不得 大家通通知道 鼓鼓赞叹他 一报就完了 随善 急不住 哦 急得非常尽老 他将来 要受什么果报 不必说 就知道了吧 佛教我们 忏悔 孔劳夫子 教我们改过 宗教里面 也教给我们 忏悔 告诫 我们对于 这些教会 里头真正的意思 不懂啊 如果你懂得 就像我们 在华言经上 所说的 你真正了知 你就会 一教复心 你还做不到 这个道理 与事实真相 你不了解 不明白 依旧还做 糊涂死 别人 给你指出 你还不服 你还要狡辩 所以佛法 也顾到人情面子 也顾到人情面子 所以接受别人批评 佛指定了一个日子 下安居 下安居 圆满的时候 自自法会 在这个会上 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人指责你的故事 但是在平时 都是叫你自己 忏悔 没有别人 说你的 其实 别人 说我们好啊 帮助我们 求忏悔 那是真正的善知识 可是 有几个人 愿意接受 别人说自己过失 不但说不到正面效果 反而戒了冤仇 所以这个世间人 互相见面 只有赞叹 没有说过 从前说过 谁啊 父母 老师 他有责任 教导你 看到你过失 他跟你说 同学当中 都很少说过失 好看外人 不愿意跟人家结约 佛法里面 只有自自这一天 一年当中 只有这一天 所以我们要明了 要知道 善要怎么起 功要怎么样去累 如何断卧修善 成就自己 真正的 福德 神的 你的生活 就幸福 就自在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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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